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中碟6于8月31日上映 内地首周末综合票房突破5亿 比北美同期高出了27% 这个成绩在今年上赢的进口片中 仅次于复仇者联盟3和侏罗纪事件2 虽然比北美晚了超过一个月 而且已是暑期大的最伟生 但它非常完美地衔接了暑期大和9月前半程之间的小空档 显然 阿汤戈然报的书男魅力值 要等到9月7日阿尔法 狼伴归途上映时 由95后小鲜肉科蒂斯密特麦菲来中和阿尔法 狼伴归途有曾投资李安导演作品 比利林恩的中场战士 The Studio 8投资出品 故事发生在两万年前的冰川时代 讲述了在试着生存的严酷环境里 一位部落少年与荒原头狼相遇相随的传奇故事 影片呈现的灰红开阔的原始冰原 冰川时代下人与自然 人与动物之间微妙情感 以及身高1米88的科蒂斯密特麦菲在片中的惊艳出益 值得大家走进影院 该片点影后有评论 趁着部影片 不是单纯的中权报人死去活来的故事 人和狼都具有独立的人格 惺惺相惜的有意令人尊重 第二周港片 日片风格冥役9月14日 反贪风暴三连参物与两部风格 既然不同的作品将同前上映 反贪风暴三由黄百明监制 林德鲁指导 故事依然延续此前的反贪核心情节 作为这一系列的第三部 除了有谷天乐 张志玲二人继续出演 还新加入了郑家莹 邓立新 党位十足 谷天乐因为连续出演三部反贪系列电影而过散反贪老魔 他此前剧透 到自己此番会有更精彩的动作戏份 第二部时加入的张志玲 这一部则要成为卧底 大花壁 黑墨镜的匹帅形象颇令人期待 日本奇幻剧情片《连仓物语》由建雅仁主演 他独具一格的表演风格 深的国内日剧迷的喜爱 被大家亲切的称为雅仁书 《连仓物语》改编自西安良平的推理漫画 讲述了住在连仓的推理作家 以色 郑和与阿七亚妻子一同破解奇怪案件 当亚妻子被妖怪带走后 郑和奋不顾身闯进黄泉拯救妻子的故事 值得一提的是影片中 还有三谱有何的出镜 所以要特别提醒六零后 七零后观众来围观这位老牌男神 第三周江湖儿女 霸占中秋 9月22日 这24日是中秋节小长假 贾张科的江湖儿女来势汹汹霸占了中秋档 今年4月 江湖儿女入围第七十一届 嘎那国际电影节主竞赛单转 5月11日在嘎那地领节上举行全球首映地 收获了超高的评价 虽然影片最终遗憾没有获奖 但却被认为是近年来假张科的故事讲得最好的一次 这个故事从2001年的《山西大同》讲起 摩特乔乔与出租车公司 老板斌哥是一对恋人 斌哥每天在外面呼朋唤友 乔乔希望能够尽快进入婚姻 以此 斌哥在街头遭到竞争对手的袭击 乔乔为了保护斌哥街头开枪 被判刑五年 乔乔出狱以后 开始寻找斌哥以便重新开始 然而事情却发生了意想不到的变化 这部电影来源于真实的人物 而故事背景于贾张科之前两部电影《人逍遥2002》 《三峡好人2006西西相关》 片东主人公的爱情命运坎坷曲折 这对男女经历了街头暴力 入狱也经历了相爱 被判他们分离又重逢 但始终没有走入家庭 该片除了有赵涛 廖凡 张义 董子剑腾演技出色的演员 还有徐徐 冯小刚 刁一南 张一白四味道 戏眼睛出镜 让人充满期待 第四周七部有来头作品通天上映 据目前统计将有七部有来头的电影 在9月30日通天上映 包括张一谋的影 周润发 郭富城主演的无双 郭敬明同名小说改编的《被伤逆流成河》 鲍贝尔电影导演《处你做胖子行动队》 开心麻花的第四部电影作品 李查德姑妈 集结了姚晨 马伊丽两位大女主的找到你 《天下霸场鬼吹灯》系列改编的《云南重古》 而10月1日又将紧接王力宏 宋倩的《古剑奇谈之流月昭明》 极经典动画IP作品 阿凡提知其原力显 刚刚过去的《暑期大》 被誉为《纸上最强》 而从影片数量以及卡斯阵容上看 这个国庆档也绝对值得超强标签 北京陈报记者王林 版权声明如涉及版权问题 请作者持权署证明与本网联系